这里面这根1这条线 看后来你接下来看什么 这先看什么 先看动作标 对 先看动作标是不是 动作标是速度 你看 我这1是干嘛的 远速直线 是远速直线是不是 1是最好看的 图线1描述的是远速直线运动 因为它速度一直保持不变 是不是 我们再看看2 2你能看出来吗 它是过远点的一条直线是不是 过远点的一条直线的数学上面 叫什么来着 正比例还是数 是不是正比例还是数 对 Y的开X是不是 这开是个什么值 是一个定值 实际上这个就是谁 这Y是速度吧 是不是 这开X是什么 时间 时间是不是 那有时候这个开是个定值 对吧 它不为零的定值 对不对 什么情况 我问你它 你觉得这个时间要是变化 变增大到这速度呢 速度也会 也在增加 是不是 那也就说明是速度在均匀增加的直线运动 是不是 那 我们就把它说出来了 它是一个云加速直线运动 而且它是从速度为零这个起点开始的 说明它初始的速度是多少 零 零 它是一个初速度为零的云加速直线运动 那再看看第三条 实际上这么看 它也是直线是不是 对 直线呢 我可不可以看到 在相等的时间里面 都是这样 我画相等的时间是不是 它的速度改变到什么关系 改变到应该是相等的 你看你相等的时间里面 速度的变化量 应该是什么关系 相等的 这数学好的应该都知道是不是 对 相等的时间里面 速度增加的量是相等的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你速度变化量是相等的 对 加速度是相等的 加速度是不变定值 加速度是不变定值是不是 那也就是你也是一个云加速直线 对吧 好 那你是个云加速直线 那你这三跟二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实际为零的时候 也就是初速度不一样 哦 你实际一实际 不二实际为零的时候 速度是零是不是 对 你初始的速度不是零是不是 所以答案你出来了 是初速度不为零的 云加速直线运动 看第四条 这个速度干嘛 速度一直在减少 一直在减少 是不是 那也能看出来 相同的时间里面 速度减少的量是 一样的 一样的是不是 所以它也是个零减速 是不是 这个你能想到是不是 速度是均匀减小的 是不是 对 大家不明白 老师我有点不明白 我能看懂到这个地方 是应该速度减少到零 你速度变成速度 这个我就得不理解了 这个 你能理解吗 刚才举过这些例子 一开始往东走 那后来我速度变成往西边走 那我就复得了 哎 非常好 哦 你看哦 减速又都是这样 比如这一条马路 你应该速度往东走 是不是 对 比如东西是东边站了 你往东走 你减速嘛 是不是 减速走走走走走 你既然速度在减小 你肯定会速度减小到多少 零 减小到零 是不是 但你减速的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将来 我们现在讲加速度 还没讲加速度和力的关系呢 实际上 你受力的方向 跟你物体运动的方向 应该是什么关系 相反的 这你现在没学到 实际上等你到处下的时候 讲和力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 当物体减速的时候 一定是你受到的和力的方向 跟你运动的方向相反 那就是你速度减小到零 到这个地方 你不可能待着的 马上又该怎么样 掉头回来了 是不是 对吧 马上又会掉头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出于方向 反正回来了 是不是 回来 速度就开始 实际上从这地方开始 速度就开始怎么样 反方向增大了 对 速度是反方向增大了 你没学历 这不能突然那么多 所以这个咱们知道就行了 它是一个云减速直线运动 而且出速度怎么样 也是不为零的 是不是 到这个地方正好怎么样 速度为零 是不是 到这个地方 速度为零 然后掉头回来怎么样 下速 是不是 速度与时间图像的物理意义 这个 不能不能不能 这个斜律是 这个斜律 就它加速度 就能想到吗 出化学上有点悬 刚学的时候有点悬 什么叫斜律 你知道吗 实际上斜律将在高中的时候 会比初中的定义更科学一点 它就是斜律就是重足标的一个长度变化量 比上一个横足标的一个长度变化量 这是标准的斜律的定义 那从我们这边看的话 这Y2减Y1时间是什么的变化量 不就速度 是速度变化量 是不是 对 这X2减Y1是什么 不就时间吗 不就时间吗 是不是 对 就是你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速度变化了多少 是不是 就是实际上就算什么 这数据加速度 就加速度对吧 斜律就是加速度 因为只要是直线 因为只要是直线的话 相同的时间里面 速度变化量一定是什么关系 相同的 速度变化量一定是相同的 这个加速 然后呢还有个面积 它的面积就是一个 它移动的位移 这个我 因为有个微积峰的思想 我不敢跟你扩展讲 这个实际上你要是求 因为你物体跑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是不是 对 但是总共跑得再快 也得有个路程吗 那肯定是 这个位移是不是 对 这个位移是多少 那初中的时候好办了 哎呀好办老师 那速度趁你时间不就完了吗 是不是 对啊 但在高中的时候 就没法找这速度啊 因为它速度是干嘛的 它变的 它速度是一直变的 你用哪个速度 是不是 对 就没法弄了 但在高中的时候会这么处理啊 它就你的速度不是变的吗 是不是 我可以取很小很小的一块 我就可以认为你这个地方 就是变化的 几乎就没有变化的 您可以这样 我现在最先别着急 二线别着急 会这样来啊 这是速度是不是啊 嗯 如果这么划算 你肯定懂吧 对 这是什么运动 运速直线 运速直线是不是啊 对 那比如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走的路程 VT VT是不是啊 那是不是这个长度 它乘以什么 哦 这个块 这个长度是不是啊 对 而且这一块的面积 就是它的什么 哦 就是它的路程 它的路程 初攻叫路程 是不是啊 当你的实现运动的时候 就是你的位移 是不是 嗯 但是你到高空的时候 就不行啊 因为你这条线怎么着 你这条线不是平的 是不是 对啊 不是平的对吧 嗯 但是不是平的怎么办呢 你有那个威风的思想 但你现在没去威风 就是我可以取一个 非常小的一个小巨型 如果我这个巨型 非常小非常小非常小 那你这个我就可以 你这现在是写着的 是不是啊 我也可以近似的把你看成是什么 平的 是不是啊 就在哪一个瞬间 啊 又或者可以小到无限小 是不是 嗯 当我这个矩形 小到无限小的时候 我就可以认为你这个矩形 上面那个数就是 不是写的 就是平的 是不是啊 那就你这一块的面积 就在这个时间里面的路程 位移 是不是啊 嗯 那我给你封身无数个小巨型呢 这无数个巨型的面积 加起来 实际上就是谁啊 就这块的 是不是这个轻型的面积 对 就这个轻型的面积 对吧 对 那这个轻型的面积 实际上就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里面 通过的位移的 长度 能接受吗 勉强是不是 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是由无数个小巨型 组成 这个整个整个是个厅形吗 可以想象成是无数个小 就这个地方 虽然它不像是个巨型 是不是 但你如果当这个距离 非常短的时候 你上面这条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什么了 看成一个巨型 看成一个小巨型 每一个小巨型 就是每一段时间里面 通过的位移 是不是 位移 那当无数个小巨型 加起来呢 那就是总的 就是总的时间内 通过的位移 是不是 对 那就是无数个小巨型的 面积加起来 是不是这个T型的面积 对 是不是 就这么来的 这个有点难了 有点难 就是T型的面积 就是 T型的面积 是不是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这个公式你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 哪道好吧 这个公式知道 你知道不知道哪道 来吧 做这道巩固立体 物理学中 将物体的单位时间内的速度增加量定义为加速度 依据该定义 如某物体在T时间内速度从V1增加到V啊 在加速器 你看这些是个预读器 是不是 这些在初红考试非常正常的 我像老师初红我没去过加速度 你看一下题目是不是告诉你 对 对吧 线维小学从静止开始 以三米每二次方秒的加速运动 两秒 则两秒秒的速度是多少 这个东西都不用靠这公式 你就靠理解 这是什么意思 三米每二次方秒是不是 三米每秒再除一个什么 一秒 一秒是不是 这一秒速度增加多少 三米每秒 一秒增加三米每秒 那两秒增加多少 六米每秒 两秒增加六米每秒是不是 对 它从几开始增加到增加六米每秒 说从零开始的 对 那就几 六 六 知道 要不然就用这个公式带 A等于什么 V2 点V1 再除以T 是不是 这个是几 对 三米每二次方秒 这个时间呢 时间是 两秒是不是 这V2 不知道去求它的 是不是 对 V1是几 零 零是不是 它也减出来了 选D是不是 对 阿拉迪阿克提蒙 其实在平折公路上 走加速大小为 对 这个大不大的因素 那么 在任意一秒内的 MOST等于初速的0.5倍 这不叫0.5倍 就比你大0.5 是不是 对 多了0.5 多了0.5出来 是不是 对 你有1.5变到两 这两不是1.5的0.5倍 是不是 对 妈呀 这0.5倍是多小的 你发现没有 0.5倍是变小的 你发现没有 对 是不是 一点点0.5 这要变小 是不是 对吧 对的 这个更搞笑 前一秒内的MOST度 出速度是前一秒内的MOST度 这不一样的吗 你看啊 比如说 汽车的出速度 在这个地方出手的速度吧 是前一秒内的MOST度 前一秒内的MOST度 这不就到现在吗 对 是不是 对 那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时间点 是不是 同一个时刻 对吧 这肯定错了 对不对 这选择当一个 C是不是 这加速度的定义 每秒速度的变化量 对吧 这都像闹的 选择 选择 多选 关于速度和加速度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物体的速度变化量越大 加速越大 这不一定吗 这不一定 你VG-V0 这是变化量大对吧 对 但你的时间还不知道呢 是不是 看时间 看时间是不是 但是你变化的越快 这对了吧 是不是 对 因为加速度就是反映你速度变化快慢的 是不是 所以 在云减速直线运动中 物体的加速度直在减小 错了 云减速 云减速 说明还是加速度不变的一个 减速运动 是不是 对吧 那这个它的加速度的指示保持不变的 对吧 对 D呢 D肯定怼了越多选 是不是 加速度在减小 速度可能在什么 增加 是不是 比如说杜老师 在初中的时候 对不对 你现在还没学到 好多没学到力学呢 你们的初二的十哥师姐 现在被我 初三的十哥师姐当年学力学的时候 被我折磨的 就比如说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你学习 你正能挣金币 我第一天挣十个金币 我第二天只能挣八个金币了 我第三天只能挣六个金币了 你发现什么 你每天你挣的金币越来越少 对 我说的是你每天挣的金币越来越少 有第一天十个到第二天八个 第三天六个是不是 但是你账户里面金币的总额呢 那肯定是一直在增加 还一直在增加的是不是 对 这个一样 虽然你加速度在减小 但我只要加速度还不等于零 说明我就是加速的是不是 对 只不过我一秒钟增加五米每秒 变成一秒钟增加三米每秒了 但我还是在增加的是不是 对 所以速度还在增加 比例 来看看第四题 关于云变速直线运动 以下说法证据的是 如果物体在相等时间内 位于相等 这不匀速吗 是不是 对 这是典型的出动的匀速 是不是 这个Ci错了吧 错了 错了 这是个匀速 匀变速直线运动 是速度均匀变化的运动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靠谱 你发现没有 是不是 对 那就它了呗 再看其他的 再看其他的是不是 云变速直线运动 速度与时间成正比 云变速直线运动 是速度均匀变化的云 速度与时间成正比 什么叫正比 这叫正比 是不是 这句话差点对了 我跟你说吧 出速度为零的 云变速直线运动 它的速度和时间 还真是成正比 是不是 但你这样呢 出速都不为零呢 这就不成正比了 是不是 但它依然是云变速直线运动 是不是 所以你发现 在高中这个地方 是数学对物理 是不是还有影响呢 影响还比较大 是不是 这就错了 云变速直线运动 的位移图像 也是一条直线 这不可能 如果位移 要是一条直线的话 那它就是云速了 是不是 距离更加的 是不是 但你能知道 云加速的话 它的位移跟时间的图像 大致是什么样 但是我一开始看出来了 一开始告诉你 比如说这是1点 这是2点 第2 3点 就是相同的时间里面 通过的路程会变得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是不是 就是时间一样 但位移增大会更快一点 是不是 它的斜率 就别说斜率 它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这样 就相同的时间里面 但是位移增大会更怎么样 更多一点 是不是 它是这样的 曲线向上 而这个会是初衷就学过 我们现在就是初衷 是不是 别老把自己当高中人 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初衷 对吧 这个 云变速直线运动 是吧 这个是吧 这个是 初速度不为零 是不是 这也初速度不为零 这初速度不为零 这减速运动 这是云速 是不是 30ABC 第6题 第5题开始做相右运动 初速度是4 2秒后 大小变为6 方向与初速度 方向相反 妈呀 它该是 这6向哪了 这6应该是向5 6应该是向5 6应该是向5 是不是 对 那你看好了 这向右 那个物体 它应该初速度是多少 初速度是4米每秒 4米每秒 这叫V0 等于一个4米每秒 是不是 对 2秒后 大方向就变成 像这个方向了 是不是 对 这说明它往前走的 现在肯定走得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慢 走得越来越慢 是不是 对 比如说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速度就变成什么了 0 这地方速度变成0了 是不是 但速度变成0的话 你减速一定是用有力 去拉着你的 物体减速 不会无缘无故减速 就比如说 杜老师向南跑 那跑得越来越慢 肯定有人在背后拉着我 是不是 对吧 对 要不然不会无缘无故减速的 因为现在你没学力 那你现在往这个方向走 你往这个方向减速 顺便这个方向力拉着你 是不是 对 当你速度减为0的时候 你是待不住的 你马上该怎么样 该往左走了 该往左走 是不是 对 所以你再往往走走走 走到这地方 多少了 那走到6米 这个速度变成什么 6米每秒了 是不是 对 6米每秒 速度变化了多少 你看速度变化了多少 只能直接拿4减6吗 不能 这不能了 同志们 从这时间上看 它有速度卸由4变成0 就变化了几 变化了4 变化了4是不是 然后再由0变化到6呢 又变化了几 又变化了6 我们的质问变化的量 是不是 变化了4再加上变化的6 加起来是变化了几 10 变化了10 所以这是变化了10米每秒 速度变化的方向 这肯定向哪变化的 向左 不停在向左变化 是不是 加速大小 那就是用变化的速度 除一个什么 时间 变化的速度 变化是多少 10米每秒 它花了多长时间 2秒 2秒是不是 对 这多少 应该是5 5米每秒4分秒 是不是 对 这有点难度 其实高速也不会难的 如果你认为像又是正的话 这4米每秒 它实际上应该是个正的速度 是不是 那个速度方向是负的了 那个速度反方向的速度 肯定多少了 6米每秒 是不是 所以您应该拿负6米每秒 在减去什么 4米每秒 时间是多少 这个 负10米 负10米每秒 是不是 如果我们以又为正方向的话 那它这个就是做 是不是 这个速度里面 那个正负号 不代表大小 你不能说负6米负3米小 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它们方向怎么样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 4米逐漏以后 以这个加速度来减小 逐漏的速度是这样 12秒内 华行的距离 这个情况最硬的 我问一下 其实高手应该能看出来 飞机着落以后 它肯定是怎么样 减速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然后最终怎么样 停了 停下来了是不是 它不可能像刚才讲 这个情况停下来以后 再往回加速 那干嘛 回去了是不是 它最终肯定停下来不动了 是不是 那你得考虑考虑 这12秒内 它速度减少到多少 它有可能12秒的时候 减小到一个速度 还没停下来呢 还继续往前减速呢 是不是 也有可能到12秒 就正好停下来了 也有可能到12秒之前 就停下来了 你得送送这个是不是 那你看呀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得告诉我 这是什么意思 这加速度 就和一种方向相反 6米每秒 再除一个秒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就是一秒钟速度减少多少 6米每秒 一秒钟就减少6米每秒 是不是 两秒钟减少了多少 12米每秒 12米每秒 是不是 对 10秒钟减少多少 60米每秒 10秒钟减少60米每秒 是不是 对 你一开始的速度是多少 6米每秒 那10秒钟就减少多少了 减少0万 说明他多少 多张的时间停下来了 10秒钟就能停下来了 10秒钟就能停下来了 是不是 那你让高手一样 能看出来就行了 是不是 但是高手看不出来怎么办呢 你这样 你这个功是死做同志们 好 就是这样 这是多少 4六 4六是不是 这个时间踢不知道 是不是 这VT VT是最终停下来的速度吧 对 停下来的速度肯定是几 6 几是不是 对 再减去一个 60米每秒 60米每秒 是不是 嗯 然后看你踢了多少 踢了应该到 10秒钟是不是 所以你要判断好了 这个值告诉你是能蒙你的 哦 它后两秒 后两秒也没有路程了 没动 后两秒就没动 是不是 后两秒没动 那求位移的话 杜老师没有告诉你公式 但杜老师告诉你一个简单方法 就求什么 面积 面积 是不是 那这个题你画图就行了 其实这是写绿 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图是非常好画的 非常好画 时间安为零的时候速度是多少 60米 60米每秒 是不是 对 等多少秒的时候速度是零了 10秒钟 这说是10秒钟啊 对 是不是 10秒钟对吧 然后多少说来着 什么来着 那块面积就是它的 就是这块面积 对 对吧 这个面积是三角形的面积 三角形面积底层高除几 除二 底层高除二是不是 你说这10秒啊 这个啊 10秒的速度变为零是不是 对 那10乘以60再除以二就行了是不是 现在华形的位移 位移的高中都是x表示啊 这是二分之一地层高是不是 10乘以多少 60米 答案多少 三百米 三百米是不是 好 那么 这意思就是没的意思啊 多了再次重申一遍啊 这一奖 能听懂多少 是多少 也不要因为自己听懂了 啊 得瑟的 听懂该得瑟的得瑟 是吧 如果说听不懂的话 放过去 放过去 因为这一奖毕竟跟中考的关系不大 有兴趣的话就好好听一听 如果你没兴趣的这奖 就可以直接跳过去不听都没关系的 就别忘记参加我们的直播 我们的直播不能停是不是 我们的新鲜事互动不能停 想要精密的多参加直播 多参加那个新鲜事互动 这一奖呢就到这里啊 来 小五里 赵老东